好了,大家好,今天是10月30日 回到明報部上賣新激的時間 今個星期美國聯邦儲備局就已息 在星期四的凌晨 市場暫時預計是維持利率不變 亦都不排除在未來今年還有一次加息 你看到美匯指數仍然站在 相對地,美匯指數上個星期有跟大家說過 他沒有穿105 他仍然都是相對強勢 他在10月24日 曾經落過1055 接著就咬腰立即上來 上個星期最高做到106.78 你看到過去一個月 美匯指數基本上仍然上落市 他就不太跌得 除非後市可以跌穿105 否則仍然會有機會 隨著加息那個預期會繼續上去 美金硬正 你看到Ulo也是上不了 在12月24日 他曾經彈過上1.0695 彈完之後 他也是上不了 回下來 撞了50點回下來 現在正在做1.0559 技術表上 其實他仍然未擺脫 跌勢 他只不過是跌下來反彈 反彈完之後 後市仍然是偏弱 上個星期 做完高位之後 回下來收回105的64 如果你看到周線 看完周線 基本上Ulo是 持續向下跌 橫行 彈了一下 再開展 有機會再進一步 再次挑戰 全年低位1.0448 你看這些走勢 美金今個星期就意識 除非他很大 在會後上會說一些 和市場不同的看法 否則美金仍然保持向上 其實Ulo是不能買的 不能夠向上看的 相反就是 應該要找高位繼續沽 然後繼續看淡 繼續看好美金 現在這個 基本上就是趨勢 這個趨勢仍然是美金強 Ulo弱 所以變成 看看把握到 Ulo彈一彈 甚至乎 你如果現在去投票的話 你的指洩 也是比較簡單 就是10月24日的頂 1.0695 目標看 他會不會再繼續跌 去今年全年低位1.0448 這些位置 勢就不行 勢就完全不行 美金仍然都是強的 要留意的 就是這個星期 FOMC 意識 就會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麼多 有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